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刚才说了我是个广东人 但是我不太会讲粤语 我是在深圳长大的 其实深圳讲粤语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就大家也没时间学 都忙着搞钱 就是你要让一个深圳人 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他肯定首选西家家 抓吧 能搞钱的他肯定先选 但是我这个人其实不太爱搞钱 我爱省钱 就比如前几天从深圳来上海 然后在买那个飞机票的时候 他就一直推荐我买个意外险 我就不买 我从来不买意外险 我就浪费钱 我知道意外险能赔我很多钱 但问题是如果真的出意外了 我也没有生命去享受那几百万 对吧 我又不希望到时 我家里人在悲伤的情绪中 还夹杂了一丝兴奋 就纯粹了你懂吧 但是有个卖保险的朋友劝我 他说大熊我跟你讲 你不买意外险 等到出意外 你就会后悔 就所有时间后悔啊 对吧 意外险它又不是延误险 如果我没有买延误险 但太延误了 我肯定会坐在机场后悔 我会跟自己说 哼 刚才应该买个延误险 但如果飞机已经在空中出了意外 都快要爆炸解体了 周围的人都在大喊大叫 我不可能一个人傻傻坐在那里说 哼 刚才应该买个意外险 你买了 哇 恭喜 你就好啦 死得其所 不会了 好吧 不会了 然后来参加托四之前 其实我一共参加过两个综艺 第一个是一个恋爱综艺 素人恋爱综艺 心动的信号第四季 真的真的真的 我真的是去谈恋爱的 不是去搞笑的 好吧 至少我以为不是 参加那个节目之前 我已经单身一年多了 其实有很多人是活该单身的 包括我自己 就是不懂得抓住一些机会 有一次我开车 然后送一个女生回家 到她家楼下的时候 她突然跟我说什么 哎呀 坐你的车头好晕哦 你能上楼陪我一会儿吗 我当时就懵了 因为没有人坐我车 会头晕的好吗 我开车贼吻 三年都没被空空分 三年都没被空空分 哦 两人都没有 打成了 我觉得她有点不尊重人了 你知道吗 我那天晚上就没有去她家 我甚至都没回自己家 我一个人在高速上练车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呦 还是走了啊 应该走了啊 应该走了啊 应该走了 这不挺稳的吗 没道理啊 真的 活该单身 我上一段感情还是姐弟恋 就姐弟恋会觉得自己不够成熟嘛 尤其是她之前交往的男生 又都比她大很多岁 搞得我很不自信 但后来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说 哎 我之前一直以为 我只喜欢年龄比我大的 但跟你在一起之后 我才发现 原来我是喜欢长得老的 这什么鬼 我确实我知道 我长相很一般 就参加一个恋爱综艺 也是挺冒险的 但是那个节目 体验还是很不错 就不像我之前参加 另外一个脱口秀节目 体验就特别差 因为她会在我的脱口秀表演里面 加一些奇怪的综艺音效 我没讲完一个段子 她就会等人等登 我当时就讲了那个姐弟恋的段子 我说 我和我前女友是姐弟恋 嗯 呃 她之前交往的男生 都比她大很多岁 哇 后来她才发现 原来她是喜欢长得老的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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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哇哇哇哇 哇啷匙 所以能来脱口秀大会第四季 我真的特别开心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更专业的脱口秀舞台 但是节目组也知道 我刚参加完心动的信号 居然还敢问我 能不能在这个节目里 也接受炒CP 我说听你们安排就好 谢谢大家 我是大熊 谢谢 好 大家好 我是毛洞啊 然后我感觉有些观众 可能认识我 然后对 有些大部分 可以了 大部分人感觉不是很熟悉 是因为之前我上过 另外一个辩论节目 但是大部分人不熟悉 是因为确实存在感不是很强 对吧 看到了 看到了 不用 这个地方认可 就有点伤人了 对吧 我刚开始上这个节目的时候 实话说 可能身材管理做得还不错 每次一出来 就会有弹幕飘过 还比较善意说 诶 这哥们长得有点像张若云 然后后来可能是确实 颜值不断下降 到我在上台的时候 突然那个弹幕就变了一个画风 说诶 这个大哥有点像那个 马德华 你看这个用点 就有点显年纪 对吧 很多年轻的朋友 有点confused 马德华老师 这个大哥你看反应很快 这就一看大概七二年 对吧 上大学那年俄罗斯叫苏联 然后 这个马德华老师 八六版西游记猪八界的扮演者 别别别 这个不用认可了 我自己 我自己就是总是被这种东西伤人 这都不说了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看我有时候会加大一点别角的英文 在讲段子的时候 是因为确实我是个留学生 有留学经历 但我一直很自卑 我就感觉你像忽兰那种留学生 确实一看就有文化 然后显得比较洋气 我就经常挺吐气 我后来思考了一下 我觉得跟我爸对我的印象还挺大的 我爸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河南农民出身 然后呢他就没啥文化 但不知道为啥 对吧 我爸身上就有一种中年人的迷之自信 我带我爸出国旅游的时候 走在国外的大街上 他总喜欢用河南话跟人搭讪 我带他去澳大利亚旅游 澳大利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朋友们 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讲河南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父亲 对吧 长了五十多年 就不了解这个事实 第一线到澳大利亚 前面有一个中年妇女很有气质 本地人在遛狗 我爸没有任何由于上去说 哎 能夹沟多大了 我说爸爸 你不妨hold on a second 语言的隔阂 都无法阻止你对social的热爱吗 后来第二天我们到了墨尔本 去墨尔本撞 墨尔本的城市挺好的 逛得很开心 逛到下午两三点 还没有吃午饭 我爸跟我说他饿了 我说没关系爸爸 我说你饿了 你不懂英语 我懂英语 我给你买个东西吃 对面有个那个 三明治店 我给你买个三明治 我爸当时坚毅地 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 不用 我自己来 我说那你挺厉害 父亲对吧 你自己来吧 我爸就昂首阔步 走进了那个三明治店 卖三明治的店员 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白人小姑娘 左兄前挂了一个名牌 叫Selina 我爸特别自信 跟那个小姑娘说 小妮儿 给我哪个这 而且由于我爸如此之自信 导致Selina以为我爸说的是英语 因为Selina也知道啊 澳大利亚最大特点是什么 不说英语 不说河南话 你讲错了吗 Selina也知道 不说河南话 她那一刻 她心里想的肯定是 这个人说的不会是河南话吧 对吧 她心里一定想的是 她这么自信 说的一定是标准的英文 而我如此之愚蠢没有理解 她开始疯狂跟我爸道歉 I'm sorry Pardon me Can you say it again, sir 我爸也听不懂 越来越着急 两个人来了数个回合之后 我爸太急了 说给我拿个面包 我一安面 哎呀 我一安面 你要说小姑娘毕竟年纪型脑子好使 这一刻终于明白过来 这人是个神经病 我的父亲最终还是靠着精妙的 Body Language 和无比的自信朋友们 买到了一个三明治 他出那个商店的时候 手里拿那个Meatball sandwich 我都觉得不是个三明治 那就是世界文明大团结的图腾 我的不洋气 还提到另外一个方面 我没有什么洋气的爱好 我从小跟着我爸 看我们河南台的黎元春 看那个戏剧节目 对吧 我总喜欢看一些戏剧 曲艺方面的东西 所以说我就听什么流行歌曲 总爱往那些方言上靠 前段时间 我们听到一首 那个网络流行歌曲 叫《直短情长》 你们有听过吗 这首歌我就怀疑 是个河北唐山人写的 这首歌是这么唱的 怎么会爱上了他 又决定跟他回家 放弃了我的所有 我的一切无所谓 直短情长啊 我想这什么直短情长 这是张立荣老师的新单曲吧 张立荣老师你们知道 河北唐山人 本来这首歌 我说实话 我就感觉是一个 年轻的网络歌手 倾诉自己对爱情的美好憧憬 那个口音一出来 我就感觉是赵立荣老师来说 我怎么就爱上了他呢 谢谢大家 毛老师 谢谢 就大家看得出来啊 我是徐志尚 真的就大家看得出来 我这个长相就很符合 这个行业的要求了 就是无论台下的观众 在干什么 只要我上台 大家都会忍不住地看我机 然后说这个好笑啊 这个 进入这个行业之后 我确实经历了很多 我以为我永远不会经历的事情 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我去参加了一个直播带货活动 我当时自己背着书包就去了 负责接待的人也很热情 正在那儿跟我聊天 聊到最后问我说 咱们的艺人什么时候的啊 而且关键导演在分配产品呢 跟我说说志尚啊 你今天负责的产品 就是卖面膜 当时我都懵了 我说导演啊 就我这个长相 你让我卖面和卖膜都行 这就炸了 但卖面膜会不会太冒险了呀 而且确实当我拿着面膜 出现在直播间的时候 看直播的观众也很激动 就在那里疯狂地发弹幕 但我发现没有一条弹幕 在讨论产品 全都是问号 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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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特别不解释 不解释我就问导演 我说导演啊 你到底想通过我这张脸 来表现这个面膜的什么作用 副作用吗 刘老师都笑成这样了 还不拍吗 真的 我有时候看着自己的长相 我都在那想 我说这个长相 还有什么能失去的呢 直到我开始脱发 哇 要熟灯了 要熟灯了 真的 就随着发际线越来越高 脸还越来越长 我就感觉我的脸在给头发抢地盘 就跟大家说句实话 以前这些部分都不是脸 就这个头发掉的牙齿 真给我长脸 真给我长脸 对不起啊 我 就因为这个长相和这个发型 就很难让人相信 我是一个95年生的人 真的 你们的反应刺痛了我 我今年刚刚研究生毕业 但是我发现我这个长相 却总让人感觉我过得很悲惨 就前一段时间 我去我们楼下便利店买牙刷 我正在那挑了 突然老板凑过来说 这个最便宜 老师没有机会了 只剩自刀 最高纪的最何光 真的 我当时都懵了 我就心想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 结果他以为我还在纠结 说真的没有比这个再便宜了 这个长相可能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事 就是真的会有人来安慰我 经常会有朋友看着看着我 说 子生啊 没事 没事 你自己啊 想开点 就经常安慰着我手足无措 因为没有人安慰我的时候 我也不自卑 但大家一安慰我 我就感觉不自卑是我的问题 是我没有意识到自己长相的严重性 但我就认为啊 人的长相肯定都是平等的 只是长得不同而已 但是你会发现 有些人就喜欢对别人的长相指指点点 经常我就认为啊 谁也没资格评价别人的长相 因为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绝对的美 也不存在绝对的丑 但上次说到这里 一个朋友打断我 说你这个话说的有点绝对啊 太猛了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脱口秀 因为脱口秀的观众看到我这个长相 就是很开心的笑 有一次我去演出 上台之后一句话没说 全场报销了五分钟 就在那五分钟里 我就明白了什么叫 天生我才必有用 但我想着这毕竟是个语言艺术呀 我就给大家说 大家能不能静下来听听我的内容 但你听说我的天 口音也这么好笑 好吧 就在这里向大家 大家好 我叫张浩哲 我是今年的新人 其实我讲脱口秀也两年了 也演过挺多出了 就本来啊 我以为我能够自如地应对 各种各样的观众了 但前两天我就在台上 我正常演出 我跟下面观众我正常聊天 我说大家能猜猜我这是做什么的吗 下面我大哥说李逵 他彻底把我击碎了 就现在再有人问我 你错过去的风格是什么风 我就说是黑旋风 就还有人更过分 有人说我长得像 发了福的兵马俑 说我这个形象 在西安就是宝藏男孩 我现在一米九 二百四十斤 也没什么好羡慕的啊 但最近真的发生几件事 让我认真考虑 我开始减肥了 就第一件事 就前两天我在公司坐电梯 我走进去 电梯超载了 这没什么 这我又习惯了 因为我一般都是压垮电梯的 最后一个骆驼 但问题是 我刚退出来 另外两个女生立马钻了进去 电梯她又不超载了 这个我真的绷不住了 我说 我都胖成这样了吗 都让电梯外的一个人 看到我突然之后 突然觉得 好像我可以 然后我都胖成这样了吗 都让电梯外的两个人 看到我突然之后 同时觉得 哎 好像我们可以 不过很快我就释怀了 就如果用我一个 帮助他们两个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 这其实也是一种道德 但是我忘了 我所在的是一家喜剧公司 电梯里的人快笑疯了 知道吧 里边还有个脱口秀 演员真幽默呀 就是那个臭小北纸 我在那喊 还有人吗 我觉得他那再上一个 第二件事 前两天我跟朋友出去玩 确定有很多休闲项目嘛 其实有骑马 我跟他去了 当时到马场的时候 只有几个小孩子在骑 我就问那个前台 成人能不能骑 这个前台你 能骑就说能骑 不能骑就说不能骑 他看了我眼 对我说 先生你多沉 我说240 他说先生稍等 然后拿出对讲机 对后面说 来把那一批请出来 我说没必要吧 那个驾驶 我还以为他们要请出一匹河马 没有那个教练 从后面牵出一匹 进口的汗血宝马 那匹马贼漂亮 趾高气昂地出来 走到我面前 当时就蔫了 他不自信了 他在自我怀疑 你能不能配得上这个兵马俑 哇 这么顶不住他 我觉得我有点 对不起这匹马 就因为我往他身上爬的时候 就这匹马 这匹马扎了个马步 我的朋友也在旁边嘲讽我 说张浩哲 这匹马让你骑的 后背都凹下去了 你要不干脆直接去骑骆驼吧 他有所不知啊 我去过新疆 我骑过骆驼 哼笑死根本塞不进去 站着 第三件事 前两天我痛风犯了 就一觉醒来脚踝肿了 很疼 疼得根本下不来床 就没办法就交了个120 就很快120就来了嘛 来了四个身强力壮男医生 这四个人你 能去医院就说能去 不能去就说不能去 他们四个用意中 我很熟悉的眼神 看了我一眼 对我说小伙子 我说二百四 不是我吹上一次汗血把马 让我骑的腰扭了 但是120嘛 该救人还是要救人的 但是我分明感觉到 他们很吃力 因为我看到其中有个医生啊 有一个准备动作就是 就相信大家也没什么 叫120的经验 就我那也是第一次 我之前也不知道 120台人是要喊劳动耗子的 而且很不幸 我家住六楼 他们四个每下一层 都要把我放在地上歇一会儿 就下到第二层的时候 有个大夫实在憋不住了 就问我 小伙子是真的完全没法走吗 还不拍吗 我的腰好像也扭到了 我说哎呀 我要不给120叫个120吧 不过现在我觉得 就减不减肥无所谓的 因为脱口秀这玩意儿啊 好笑就行了 对吧 跟体重没关系 我就不信这个节目 会有人来过来问我 我有多沉 结果这时候服装老师 就走过来对我说 小伙子 我说哎呀呀呀 这我好帅啦 好歇来 我是张悟哲 大家好 我是专俊 我现在是一个 GNG的博士生 在读博一 有读博的朋友吗 辍学的也算 其实也不是我想读 就是我家里面 非常希望我读 因为我的家人 很多都是博士 然后他们在一个大学里面工作 叫华中科技大学 有人听过吗 对 非常不错一个学校 我在这个学校里面 出生长大 生活了18年 然后没考上 大家对我教育很成功 他们真的是非常绝望 就家里的全家福 本来应该是校友合影 现在是校友合我 但我家真的非常希望 我可以读博士 因为他们在学校里面 生活特别久 关键是很传统的 他们催我读博的那个感觉 就像你家催你结婚一样 我回去以后 我妈就在客厅里面 一扬怪气的 就跟我说 就男人吧 到年纪了 就是要读博士 你说你一个男的 你不读博士 你不会是 身体有什么问题吧 男人不读博 那就不是个完整的男人 而且他们说 我们没有什么别的要求 就是我们临走前 最大的心愿 就是看你读完博士 知道我时常有一种错觉 就是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我们家那个后 它不会是 就博士后吧 博士后 很难很难 他们还会以死相逼 你知道吗 以死相逼 就那种 就以我的死 他们跟我说 要是你以后不读博士 你死在家里 都没有人管你 但这招对我没用 因为不可能出现 以后我躺在家里 他们看见我 哎呀 可惜啊 只是个sauce 没有这种事情 而且我不想读博士 有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 我觉得我做学术 其实是没有什么天赋的 知道我跟老师说 老师我不想读博士了 他挽留我 他说 俊啊 我见过很多聪明人 你跟他们不一样 你很勤奋 而且说句不该说了 你来之前呀 我们实验室 已经很久没有女孩子 送过巧克力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说我知道了 因为我嘛 就是我可能长得 好看一点嘛 肯定不是因为你 控制变量法 我还是懂的 我知道我说这个东西 大家现在会觉得 我很油腻 你知道吧 这个到时候 在电视上播了呀 你在手机上看 这个地方可能 已经有弹幕 开始骂我了 只有我一个人 觉得一般吗 酷了 但我发现 更奇怪的事情就是 大家特别喜欢 那种帅而不自知的帅哥 是吧 我看下面有些女观众 点头 对对对 我太喜欢了 我特别喜欢那种 没有帅而不自知的帅哥 没有 没有帅而不自知 如果有啊 他装的 因为别人会告诉他的 你跟一个帅哥说 帅哥你长得好帅啊 啊 是吗 没有吧 这个挺好 没有个P 这种人最虚伪的 我跟你说 他表面在 啊 是吗 没有吧 心里边 展开说说 做个PPT 写个论文 阐述一下 对 你这就像要求一个人 他是高而不自知的一样 你在地上跟一个人说 哎 你长得好高啊 啊 是吗 没有吧 那我先下车了啊 大家太喜欢那种帅哥 大家太喜欢那种 露出八块腹肌 面色很忧郁的 看向一边 衣服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没穿上衣的那种帅哥 我衣服呢 大家觉得 哦 他太帅了 但是如果同样一个帅哥 露出八块腹肌 他这样 二十四六八 油腻 油腻 我这么跟你说吧 就是男人啊 男人已经是一个 公认非常自信的群体了 就根据过去一年 你们看到的 男人是那种 就只要有一个人 过来告诉我 我长得帅 哎 就一个人 不用是我喜欢的人 就是我妈的一个朋友 一个阿姨 过来客气一下 你好 你好 这是你儿子呀 长得好帅啊 我一会心想 确实长得帅啊 阿姨怎么会骗人呢 但人光长得好看 我觉得其实是没有用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妈当时摸着我的头说 啊 是吗 没有吧 她还不是个博士呢 谢谢大家 我当军 大家好 我是布京云 我是来自陕西的一名美少妇 我讲套户秀 就是想抱怨一下我老公 我昨晚给他视频 想缓解一下我的焦虑 我说老公 怎么办呀 我明天就要比赛了 我老公说 没事 你记得一个重要的事 我说什么 上台别紧张 他说 不是 你记得回来的时候 把酒店的一次用牙刷拿上 我说都现在了 你还说这个干嘛 我老公还 那咋了 上次跟你说 你就没有呢 十二年了 我跟他永远无法同频共振 就前段时间 朋友叫聚餐 进了包间之后 别人的老公 衣服一脱 一看就是那种成功男人的标配 那种Polo的利领 一下拉到这儿 我感觉下巴都夹住了 还有的就是那种特别洋气的帽衫 我就忘丁领一句 我老公脱掉他的外套之后 里面 就是一个没有任何修饰的红球衣 我把我打扮那个夜山好带白玫瑰 我老公穿个原领的紧身红球衣坐旁边 我尴尬的要死 我特别生气 我刚一出门 我说我告诉你 你下次聚会 你再敢给我穿红球衣过 我老公说 我知道了 下次注意嘛 下次去 穿个黑色的 我说我怎么给你解释啊宝贝 就秋衣单穿这个事吧 跟颜色没有关系 你自己吐 你就模仿模仿别人 对吧 我说你看现在朝南都怎么穿 你看人家朝南现在都蝶穿 我老公说 什么是蝶穿 我说蝶穿蝶穿 咱顾名思义 就不可能只穿一件 对不对 就我老公那个人吧 你每次骂他 他还都能听进去 他第二天 就给他的红球衣里面 加了一个棉被心 而且他那个秋衣 都已经穿了十一年了 我眼看着他把一个 圆领的紧身款 慢慢慢慢地 穿成了现在的深微 有时候在家 他不经意地弯下哟 我顺着那个不规则的领口 都一下能看到他的皮带 有时候又觉得 还挺性感的 哎哟 那个这个土石带着骚扰 而且他那个智商 我永远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你还前两天还回来跟我说 哎 媳妇 我送你个这 蓝牙耳机壳 我说嗯 不错 挺好看的 哎 这可不是普通的耳机壳 我说一个破耳机壳 慢能有多神奇 哎 我跟你说 你这个耳机壳 你应急的时候 遇到危险的时候 它 就可以变成一块橡皮 我想了一晚上 我说我遇到什么困难 我需要块橡皮啊 你说晚上回家 我碰到个老流氓 我特别害怕 我在包里翻 我说你别过来啊 看着什么 耳机壳 橡皮 流氓说 咱俩谁 调戏谁啊你 根本不会害怕 对吧 只会向我步步紧逼 我说你别过来 你敢过来 你敢过来 我就敢擦掉 你肮脏的心灵 这是什么高级的喜剧技巧 就刚才上台前 我老公还问我 哎 媳妇 你们这个比赛 电视场会不会播呀 我说会呀 那你是不是得对着镜头 给我说点啥 我说人节目组 不让我说脏话呀 但我转身一想 也对了 这都要播了 是吧 我今天我对着镜头 说几句心里话 这样的 老公 你是我见过 最单纯的男孩 你从18岁就跟了我 美好的青春十年 都给了我 男孩子有几个十年呀 我谢谢你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带你组出大山 跟我过上好日子 老公 我爱你 我告诉大家 我为什么要说这段话呀 因为我婆婆说 她也要看这个节目 好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王莫 准备好了吗 我要展示真正的技术了 你们四个该拍就拍啊 别往后等 后边不一定有 好不好 听人劝 我听人劝啊 你看看哥们这人气 气人不气人 转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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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特别好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来 特别大会支持我们 不容易不容易 很热的天气 更不容易的是我自己 是吧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特别大会了 大家都知道 我其实已经不知道自己 还能在这个舞台上获得什么了 不像这些新演员 他们很多人就很直接 也很现实 只要淘汰掉了两个我这样的老选手 下半年就能接到广告 走到决赛呢 就能参加吐槽大会 一不小心拿了冠军 公司还会把最红的女演员 分给他炒CP 当然啊 我觉得这么说 其实是有一点点不尊重女性的 对吧 我觉得今年很有可能 是一个女演员夺冠 为什么不能是一个女演员夺冠 如果是一个女演员夺冠了 怎么办 如果是你一个女演员夺冠了 公司就没有一个男的 能配得上他 我其实都不是很理解 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 课CP听到这些信息 就非常兴奋的样子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 喜欢的东西 我现在都不太理解 剧本沙我就不太理解 你们会玩剧本沙吗 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玩剧本沙的朋友 你们平时是都没有工作吗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休闲娱乐的方式 是从宝贵的周末休息时间里 专门抽出几个小时 就是为了跟一群陌生人 开一下午的会 剧本沙也太像开会了吧 就是一进门 先给你一叠厚厚的材料 是吧 然后你看着看着 发现各部门 已经开始互相丢锅了 而且最怕的 就是跟同事玩的 玩着玩着都分不清 自己是谁 都急眼了 你听我说 那个项目确实是我搞黄的 但人真不是我杀的呀 我也不太理解年轻人的饮料 我现在连奶茶都不太理解 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的奶茶里能放那么多东西 前几天我买了一杯奶茶 里面有糯米 燕麦 豆沙 芋泥 还有一整个的咸蛋黄 我不知道最后这个大哥 是怎么混进来的 是吧 我感觉我喝的时候 我喝的都不是奶茶 这就是一个 兑了水的粽子 我喝的一半是吧 噎得实在不行了 我开了一瓶八宝粥 往下顺了顺 这款奶茶 这款奶茶的名字 叫全家福 看到它那一刻 我全家都福了 不过 你们知道吗 就是这杯奶茶 给了我一个 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就是喝这杯奶茶的时候 我内心感觉到 无比的安定 这杯奶茶 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因为我知道是吧 就算当时地震了 我都不害怕 光凭这杯奶茶 我就能坚持好多天 救援队来了 我都会很大肚 说你先去救 后边那个单元 我不着急 我至少还能坚持三天 是吧 你看我刚喝完奶茶 包括买盲盒的朋友 喜欢买盲盒的朋友 我也不太理解 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会喜欢买盲盒 盲盒不是摆明了骗人吗 我觉得盲盒 不就是小焕熊干脆面 是吧 他还干脆没有面 你想盲盒里卖的 一定是没有用的东西 对吧 因为真正的生活必需品 是不可能 以盲盒的形式销售的 菜市场是永远不可能 卖盲盒的 不然每天都会 有人在菜摊前 虔诚地祈祷 今天让我抽个蒜吧 三礼拜没吃蒜了 我觉得你只要小时候 上过那个 小焕熊水火卡的当 现在就不应该 吃盲盒的亏了 对吧 当时我为了 收集一张送姜 我家里有20多张李逵 你知道我拉开抽屉的时候 20多个李逵 拎着40多巴大腹 就这样看着我 我们的哥哥呢 我当时 虽然已经丝灯了 但是我还是要展现 我全部的技术 我当时拉开那个抽屉 我就感觉像 拉开了一个 宋江粉丝团一样 我们的哥哥呢 而且当时小时候 还有传说 就说不同地方的面 里边的卡的分布 是不一样的 商家也很能用 这个制造焦虑 就是小卖部的老板 经常就悄悄跟我们说 我最近进了一批 不太一样的面 你要不要试一试 梁山好汉故乡 山东来的货 我听说都有人 开出孔子来了 我觉得盲盒最大的问题 就是不公平嘛 机智很不透明 你根本不知道 自己买的是什么 我觉得真正的公平 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你还这么卖 没有问题 但我付钱的时候 也用盲盒的形式付钱 就这几个红包里边 一块十块 二十一百 你自己选 对吧 然后我们回家 各自打开 你这个盲盲盒值多少钱 就看我们自己的手机 对不对 然后你一打开 然后你一打开 说你这个钱上印的头像 怎么是宋姜 恭喜你 开到我的隐藏款 我觉得大家都会对选择多这件事被迷惑嘛 都觉得选择多是好事 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比赛 我相信你们来看 是吧 电视机前的朋友来看 也像拆盲盒一样 在想 今年这么多新来的朋友 里面能开出几个宋姜呢 几个宋姜我不知道 但是肉眼都能看到 长得像李逵的已经有好多了 是吧 所以朋友们 如果是为了省心 还是可以支持支持我们这些老演员 我们就是明码标价 薄利多销 我今年的原则就是 只要有人看 我就一直演 则瘦就一直勾往 谢谢大家 好 来好 我是陈鹿 哇 新人也太厉害了 大家对脱口秀演员 也不要有误解 脱口秀演员 也有枯燥的一面 然后 太难了 哇 这新人太厉害了 没事 我现在已经是领导了 我隆重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不仅是公司的首席编剧 而且我还要管理 这些演员和编剧 所以我是真正的领导 所以下面我就 简单地讲两句 希望我们这个比赛 赛出风格 赛出水平 哇 诚哥很好 今天 好 已经两针了 我的结束了 没有 领导两针已经很不错了 确实有点尴尬 你知道吗 就喜剧和领导 这两个词就很尴尬 尤其是我们公司 全是喜剧演员 他天天讽刺领导 对吧 自从我上任之后 上任 自从我上任之后 他们就天天讽刺我 说是妈 喜剧跑得快 全靠大头戴 这个 确实戴得还可以 戴得还可以 这个确实 这个脱口秀演员和领导 这两个词之间 就有天然的矛盾 对吧 脱口秀演员 大家想一下 一般就是聪明的穷鬼 公司的领导 有钱的傻子 所以我一开始就觉得 我才不要为了钱当傻子 但是老板把一堆钱 摊在我面前 说傻了吧 这个 其实我答应做领导 其实是想打入领导的内部 去看看他们为什么这么傻 加入之后我发现 这不大家都挺棒的吗 就当了领导之后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的智商直线下降 就每天都在下降 我都感觉我自己的智商 快扛不住了 再傻下去就得当董事长 我怎么把这句话说出来呢 董事长在这看呢 没关系 他听不懂 这个当领导去做卧底 我还是发现了 公司的很多的秘密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我们公司不让说谐音梗 对吧 谐音梗扣钱 其实是因为谐音梗太简单了 要留给领导讲 我当领导第一天太爽了 真的 我说了一天的谐音梗 没人管得了我 全是让人笑不出来的大烂梗 可把我的下属们笑坏了 当然当领导 还是有些不适应的 就是原来不当领导的时候 开会我是时间就很随性的 我就想什么时候去 什么时候去 当了领导之后 我就不能这么随意了 我必须最后一个去 我万一早到了 我还得躲起来 有时候还会遇到 躲好的董事长 就是而且开始的时候 我很不适应 因为我每次老是准时到 为了提醒我自己 我还在我的办公桌上 刻了一个碗字 当然这个当领导 还要做年终总结 对吧 还要写什么数值报告 其实就是大家一块吹牛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吹 是第一年当领导嘛 我就在我的PPT上 瞎写了2021年 要实现三个翻一番 2021年要实现笑点翻一番 脱口就大王总量翻一番 但我讲的时候 发现我只写了两个 没办法 我只好说PPT翻一番 大家听出 当领导之后的梗就是这样 不要要求太高 而且当领导之后 还是有好处的 就是我的家人特别开心 因为我是一个山东人 他们再也不催我考公务员了 但是他们只高兴了 没几天就开始催我 说儿子 按你现在这个级别 你什么时候能当上领校员 是不是等李诞退了 就轮到你了 我说不可能 我说他比我年龄还小呢 我爸说没事 李诞虽然年龄小 但他身体差 所以我现在天天陪李诞喝酒 就怕他身体突然好起来 最后呢 我想说 其实当领导 当喜剧领导 脱口秀的领导 还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培养了很多的新人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而且他们都很尊重我 过年的时候还给我送礼 跟我说 明年的脱口大会 诚哥一定要照着我 我说没问题 你只要记住一点 脱口大会PK的时候 千万不要选我 诚哥给你跪下来 所以当领导很不容易 谢谢大家 我是诚璐 谢谢